这大头一个没抓到 抓了四个喽啰 我看这次啊 上头又不知道怎么发落我了 他敢 他程云轩要是敢为难你 我就去找我义父说的说的 他自己当年抓曾时落抓了多久啊 我义父说过吗 没说呀 曾时落有多难抓 他自己最清楚 你知道什么呀 当时的曾时落 气大势大 那容易抓吗 可是现在呢 他成什么样的 今非昔比了 朱一叔 朱一叔出来 朱一叔 你别喊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不是你随便进的地儿 你知道吗 叫朱一叔出来 我要跟他决斗 决什么斗啊 要打架出去打 你不听话 你赶紧出去 我们不是打架 我们是决斗 叫朱一叔出来 你讲不讲点理啊 哥 你情敌又来了 别起哄了行不行 哥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决斗啊 决斗多好啊 你看 你把七七格给赢回来 到时候不但能抱得美娇娘 还能有个有钱的老丈人 兄弟们跟着你啊 是吃香的喝辣的 是不是啊 你要是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得为我们兄弟想想啊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 唯恐天下不乱啊 你没看你哥 我这儿一脑门子的官司啊 你还在这儿瞎起哄 这 这 这 我这是替你着想为你好啊 这 你跟七七格两个有情人 干嘛不忠诚眷属啊 你看你 还装壮人君子啊 你 哎呀呀呀 朱一叔 出来 我要跟你决斗 朱一叔 你快出来 出来呀 老实人就是惹不起啊 看来我跟他 还真得来一场 男人之间的较量 都别动 这是朱寻伴和巴特的 私人恩怨 我们只许看 不许动手知不知道 知道了 是 来吧 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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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一叔 我短身杀的算什么男人 这跟是不是男人没有关系 你非要打的 你跟我决斗 只躲不打 你把七七哥当什么 什么 终于说 不打一次 事情是完不了的 快 不 不要 终于显示我 不怕 你跑了 我打了 我输了 我打不过你 你厉害 你是巴陀鲁 是什么是巴陀鲁 巴陀鲁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的英雄 不敢当 不敢当 怎么样 巴特 咱们现在可以做朋友了吧 当然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喜欢你 好军的功夫啊 额尔德大叔 承蒙您的夸奖 其实我用的是巧劲 他要跟我学 他肯定能胜过我 你这功夫巴特学不了 他脑子笨 我是最喜欢有功夫的年轻人啊 只可惜啊 我们没有缘分哪 朱寻官 我晚上想请你喝酒 我想以我们草原上的风俗 我们蒙古人招待 最尊贵客人的方式来招待你 这个就算了吧 我也没做什么 怎么 你不去就是看不起我 就是不想叫我这个朋友了 好 我答应了 那好 咱们就说定了 我回去准备 晚上我再过来请你 那我们告辞了 我等你啊 等你啊 我来回到了 我觉得是 你会推动